大家好 又歡迎來到這個《芒向快報》的時候 今天就是這個2020年的3月20號 星期五的下午時間 繼續回來 又想繼續 我們這次是許探長 我們從這個奇安角度分析一下這個龍門兵室 究竟裡面有什麼陰謀 有什麼的計中計呢? 我們要用推理的角度來看一看 我們逐樣逐樣破解 今次有我許探長 還有紐西蘭刑警 義德台仰 還有馬來西亞特警 臨時特警 馬來金 Roger 是的 記住大家一起 如果聽完我們全文破解 全文分析 一起留言說一下有什麼線索 有什麼推理到的 記住了留言分享 我們不可以少了大家一起分析 記得按讚這段影片留言 還有分享也好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芒向編輯部》 《正向部》和《曬冷氣》的YouTube頻道 我們今早上也做過一節說龍門兵室 有點像密室X人之後 兇手全部都在那裡 究竟誰做過什麼 誰做過什麼 我們從其他人的蛛絲馬跡裡面分析一下發生什麼事 我首先打開龍門兵室的FB 看一看 我覺得挺好笑的 這個是他們的圖 可以說是抽水之壩 為什麼要是抽水之壩 我們看一看 我告訴大家 正常聽眾 正常香港市民 開到這張龍門兵室的FB的車頭照 最頭的照 一定作嘔 抽水抽爆是為什麼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他們在獅子山上 晚上就手機一條燈 哇 很美麗的 獅子山 獅子山 風景線 這些 做了一個這樣的 拿到這個做背景 最頂端就加了那個 穿著黃色雨衣 戴著口罩的男子 其實想說 就在PP的那條天橋那裡 就是泰國廣場跌了下來 那個不幸去世的 有什麼第一個犧牲者還是怎樣 之後的 什麼先生 梁先生 梁先生 對 跟著還有那個女生 十幾歲的女生 陳同學 小姐 是不是 那個小姐 還有那個在張君奧 周同學 也都把他們的照片放進去 跟著爆影那個 又把他放進去 把這些人混合起來 學生都不放過 戴著頭盔那些面罩的學生都放進去 這個抽水之壩 然後放進去黑旗反白字 他很好笑 龍門冰室 然後寫著 香港人的冰室資源分享中心 有什麼分享 就是分享手足的人力資源 他不是分享 是消耗 是分享給他 他就享受了 所以他們眼中的手足身上的財物 都要分享給他 是啊 幸好廚房的暴徒算是幸運 他沒有去到這個 沒有去到幫忙 這個暴徒都傻不完 原來 之前玩過的 是呀 是啊 我們說一下 挺有趣的 我們開始逐一分析 他們那個叫做 手足利循環再用的資源分享中心 都挺過癮的 哇 叫做學堂 龍門學堂 就業機會 C-Brother的簡社 Design Production Limited 然後呢 龍門美容美甲系列 我為什麼要讀這些名字出來 你幫他宣傳嗎 不是 我們不是宣傳 我們幫他反宣傳 是吧 看到這些名字 看到這些名字大家要警惕 叫小朋友啊 遠離 遠離這些店鋪 龍門美甲系列 LM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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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哇,还说资源中心,看到很多人在下面留言骂 龙门鹤堂,用完即器,炒手足,遭遇插 应该...用完即器?这么不环保啊? 应该环保一点嘛,他们不是说的吗? 为什么要炒手足?不是核爆都不会割的吗? 哈哈哈,一爆什么? 这些手足呢,本身是很差的,做一点点东西做不来 所以就走了去做暴徒,现在做一点点东西就被人炒了 哈哈哈,应该都不要炒了,是不是? 是啊,他应该是不割席才是嘛,对 还差过割席啊,还差过割席啊 是啊,是找人笨 是啊,我见到这些手足笨 是啊,我见到这些人很努力,就是这样将他的叫做 这个关于叫炒手足周围插的post 在他不同的帖子里面都加进去,挺好笑的 哦 就是他应该和很多不同的叫做公司合作 其实到时候应该收些什么费用啊,或者搞些什么呢 就是他们里面当事人才知道 可能有些介绍费也好,或者宣传费也好,这些都颇大机会 这个,我见到一些班都挺好笑的,大家听一下就笑了 好啊 好啊 婚礼统筹及私二班,良心导师Jerry 我心想,蛤? 有良心的吗? 这些人一粒又有良心 我就想他们呢,这些人怎么教人籌備的婚礼 首先就扮两个猪嘴 是啊,没错了 是吧 是吧 现在在街上有时见到一些拍的婚纱纱照 有些傻人,带着两个猪嘴 有其事啊 还要掩着眼睛 是吧?一起掩着眼睛 有没有见过这张照片? 有有 新郎哥和伴娘伴郎那些呢 一起掩着眼睛拍照 我也要掩着做节目 不是掩着眼睛 我掩着两张眼睛,我没有眼睛 接着还有了,室内设计基本课程 良心导师,咖喱,gary 你设计些什么呢? 他就把咖喱放在牆上 你教人说他是青蛙 说青蛙 室内设计,风水摆设 这个收银机旁边一定要有个青蛙 风水摆设我才知道 教人看龙珠 戴好罩要念咒 是不是要放五个铜钱在那里? 放个皮丘吧,最重要 五大诉求就变成五大铜钱 这个是吉淡少 还有就业机会我就不太明白了 这个时候还走什么?首结醒工作室 还走首结醒?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人有心情去搞这些首结醒? 哇,这个首结醒真的很漂亮 买来要挂在哪里? 我觉得这些就得淡少了 是吧? 他出了个post 感激每一个人的提点 就是龙门学堂 其实都有看到的 他在某程度上跟资源分享 好像跟不同的机构合作 可能介绍一些手足去做 其实到时候这些机构 是不是现在说生意不好 还是什么呢? 接着就去炒人 还是什么呢? 嗯 嗯 是啊 他这个搞这样的班 就好像普通的兴趣班 但是又乘机又要 挣一些他们的所谓的政治理念 是 其实那些都是垃圾理念 来的 挣一些这样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麽 你搞兴趣班 就只是这样搞 对吧 但是又不是的 又要找些摆档的东西出来 其实就是帮他们进去 帮他们做事 或者又要他们捐钱 之类 我觉得会是这样 这个就相当好笑 这些呢 表面上就好像有些 叫做帮一些学生 还是怎样的 暗藏 就是这个 表面上人词 背后就插 叫做 链材 我们可以说一下 暗藏杀机 暗藏杀机 就是把手足 这些真是循环再做都不如 是吧 就是将他丢在堆田区 永不超生 是的 人家已经蠢了 被人捐出去做葡萄 好了 现在害怕死了 要捏一堆了 要取暖了 怎麽知道 找人进了那些东西 这个龙门 龙门客棧 这个 就是这个球进了龙门 前锋 或者入球的人 很多时候把球抱着 跑出来 他就抱着那些人 不让你走 那些球不让你拿出来 一射到网 就有入没出 有入没出 这个挺好笑的 其实有什麽优惠持续 今天就免费学生餐 继续说自己 在六个分店 哇六间分店 这个人真是 全日供应 另外持有任何大学的 学生证的学生 到这个六间餐厅 都可以免费吃早餐 午餐一客 哇 那麽厲害 3月20日 早餐午餐 真的晚餐不行 上次听说 那些餐都一般 很多人投诉 很难吃 是吧 免费的 吃吧 那麽想怎样 那麽多gig 那麽多gig 那麽可以再看一下 那种手法都蛮好笑的 他会把自己的Facebook帖 放今天四日 每天的午餐晚餐是怎样 接着在旁边 就放了一些市民 捐赠给他们店铺的东西 都蛮X格的 即使 大家不需要上去FB看 我解释一次给大家听 四日午餐晚餐 接着右手边 接着你看到那些相片 可能有什麽口罩 即那些防疫口罩 酒精 漂白水 眼浴水 怎麽有人捐牙膏牙踩给他 口臭 吃完这些口臭 然后拾紙巾 捐太阳帽有什麽用呢 书六本 是吧 什麽叫书六本 即捐六本书给他 六本书 他将这些摆出来 即他会觉得 被人觉得 这间收集了很多这些民间的物资 那就会转赠给不同的人 没有的 其实他拿别人的 他拿别人的衣服 拿别人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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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自己 好像有很多东西 是给大家 但其实他全部都是收回 然后再放出来给别人 是吧 那些午餐晚餐 为什麽午餐晚餐是同价的 我印象中 不是晚餐应该贵少少 午餐应该便宜少少 是吧 晚餐 如果这样的同价 意思就是晚餐 都是 料少一点 是吧 少一点 我这样 我就觉得这奇怪 午餐晚餐都一样价钱 有很多人都留言 有个挺有趣 昨晚看到留言 很不开心 不开心的就是 不喜欢 是那些人 喜欢在那里分化 是吧 我一直都是支持这个老板 看到一两句话 就是质疑老板 所做的事同一切 其实看看这个群 都知道了 扮人捉住什麽料来针对 有些摆明有问题 唉算了 深水清的人 就会明白 最怕是那班小朋友 入世未深 被他拖着走 是不是在说反话 这个人 好像在说老板 现在被他拖着走 都不单止 很多傻人 还排着队 送钱 是捐饭 捐钱 是啊 他收不收收 不少这些捐款 嗯 这个人没有本生理 其实 又说 又说经常捐什麽 我相信那些所谓的 那些衛生用品 就是摆在那里 拍一张照片 出个帖 接着收回来 是啊 他摆摆少部分 而且我觉得呢 只不过是他 喂 那个帖子嘛 有什麽成本 我自己作都可以 是不是 今天有哪些人秘密知我啊 很多啊 怎么怎么怎么 漂白水10支 是吧 8米5公吨 接着其他有 厕纸 厕纸 半吨 是吧 你写什麽都可以啦 你写 手里写的东西多少多少 但你没有说出多少啊 有没有大家留意到啊 有没有出的 那些物资 出去了哪里啊 全部放在他 这个老板的袋上 我觉得好像 罗雷都是同一批 哈哈 就是同一批可能 把盒子摆在那里 摆在那里 摆在那里 可能我给你一盒口罩 你可能转一转 你会怎样去拍这盒 或者怎样去摆这盒 或者用好几天呢 可以 拍多几个角度 或者 拖一拖一拖 摆在不同的背景 可以吗 是啊 接着有些人挺好笑的 头号粉丝 是这个冰室的头号粉丝 我不知道有多少他帮助 由于有导师都出过声 我觉得不是一般打手分化 那么简单 估计是偏向这个奴脂斗分 周谷外人来看 龙门老西就做得太多了 这个饼就越做越大 自然利益多了 人多利益就实有问题 有些人只会看你收了多少 就未必考虑你派了多少 是啊 你都不知道派了多少 你说派餐是怎样 有多少人进来吃 如果饼做到大到自己都控制不了 就无谓勉强 哇 你说到什么 上司八五 是吧 他拿过来都没有生意 你自己说到自己的饼大到控制不了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什么饼啊这个请问 真的不知道饼 铁饼啊这个 是吧 踢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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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大到自己控制不了 就无谓勉强了 做得好又说你落袋 做得不好就说你人血 一直都是人血的 这个人都 是啊 是吧 是吧 是这些人自己喜欢做人头 送头给他吃 哈哈 如果那些人进去吃饭 是不是叫输血啊 输血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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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人家 就是他这些当事啊 那些年登仔 早就已经骂过他 难吃到什么 那还虚实 还不是输血吗 那难吃的东西都去 是啊 没有病啊 真是惨的 所以有时候看回 在厨房的暴徒 其实都做得不错 做得老闆一定有冒险家精神 哇 有冒险家精神 看看哪个老闆咯 是不是 接着呢 应不应该继续做 老闆要自己分析啦 哈哈 继续呢 有些人都挺好笑的 不同的苦主呢 也都会继续在那里讲啊 那些什么 什么 国难五金都不行啊 啊 国难五金怎么样 他是不是有加把脚啊 呃 总之又是什么啦 有些是无粮出啦 有些有汗出无粮出咯 做五金是出汗 做五金要出汗的啦 是不是 那也是 哈哈哈哈 是啊 五金真的要出汗 没错啊 是啊 挺好笑的 有些人就说 原来说 有对话有录音哦 有义工有学员 还有受骗受害者的消费者 哇 香港人不要执迷 最伤是同路人 是啊 没错 如果你觉得 他们还要参与这些暴动 违法的行为 觉得自己互相都是同路人 大家都是共犯 是不是 到最后呢 你竟然呢 被一个叫做龙门的老板呢 啊 当你好像个足球那样 一脚射入龙门 射入龙门 哈哈哈 哎呀 哎呀 那种惨法呢 真是被同路人出卖 真是最伤的 真是 绝对是呀 这有什么理由 现在才醒觉 即是某部分人呢 现在才醒觉 其实都已经很迟了 但是 这些是你们自己拿来的 啊 你不应该 我不是为这个龙门老板去辩护 但是 有时候这些受害者 所谓的受害者 是你们自己拿来 是你们信他的 是啦 他没逼你的 即是那个龙门老板 拿着枪 逼你进去做苦工的 是啊 没逼你的 即是你自己想着信他们 是怎么样 我们 都是那句 笑他 批评他 分析他 究竟是怎么样 我们不是纯粹想消费 这个叫做龙门兵室 我们都不是进去消费 我们最想是 可以给一些正面的信息 希望那些 虎主 可以尽快组织一个叫做虎主大联盟 对 没错 虎主大联盟 那个模式是怎么样 记得之前那些叫做 什么 民间记者会的那些 戴上那些 什么 我光明正大的那些 套到飞虎仔头套 完全看不到样子的那些 你用回这个模式 整个记招 但是 这个矛头就不是什么 民间记者会了 是龙门兵室 破兵记者会 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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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兵 一次过在记者会里全面公开 希望 虎主大联盟 可以盡快 还 River 或者公道 简单也是那句 也不希望有些人在作恶多端害人 是的 也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听 这期时间再见